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二號 那麼那天有人問那個獅子王屍的比較平民的隊伍 那我就湊了一隊 那這個隊伍呢 是三隻瘋魔喔 那這個角色是可以在疏忽拿到的 那他的能力是反重 反傷 反板 所以呢 基本上啦 如果你是怕手殘的 我會建議你買巨能 因為瘋魔的巨能是反 反重喔 這關是有點要把小怪趕快殺掉的關卡 那時間也要記得分配 所以 只要搞懂怎麼分配劍 然後如何再每回合輸出一點傷害 基本上這關是不會太難的喔 因為我們王關呢 就是要靠尤真去扁 那尤真呢 一接加反擊殺手就能秒囉 對 那二接是一定能秒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開始講了 對 那首先呢 我們可以先讓每個人分配劍囉 那尤真在這關基本上打不出傷害 他只有在那個打猩猩 就是等一下的小王 然後還有等一下的那個王關 我們要把他一回合殺掉 那邊才有用喔 基本上他都沒用啊 那瘋魔的友情呢 獅劍是可以殺掉寶箱怪的 這點再多注意一下 好 我們進下一關 好 這關是星星喔 那這關比較麻煩 我會建議你們先把獅子跟轉轉殺掉喔 對 那其實瘋魔這關友情算夠力喔 那中間那四個板子阿 要注意一下喔 就是你要想辦法讓那個方向進去阿 就是你要讓他可以出得來 就是不要卡在裡面 好 那我們這邊就分配劍囉 好 那這邊尤真就是先撞一下 把寶箱怪殺死 好 換瘋魔囉 瘋魔這邊呢 我那時候是 看 我像這樣我紅色進去 然後藍色出來 喔 因為他有反版所以出不來 所以就要小心一下 好 那就是盡量保持直偶偶 就是能對每回合對星星造成傷害是最重要的 因為星星這個中間那個6阿 是白爆炸 那一個人是炸2萬2 基本上沒人扛得住阿 對 如果你帶五顆隊的話是扛不住的喔 那小吃狼的位置這邊 可以看一下喔 就是我們等一下可以用平刷的方式去造成傷害 其實小吃狼在這關還是蠻給力的喔 因為我這邊是都沒有吃任何加成的 所以就是空果無印這樣 然後記得殺寶箱怪 所以是拿劍 好 這邊就輸出 好 這邊沒有刷好 那不過有拿到劍就好了喔 好 一樣平刷 這邊就不殺啦 我就直接平刷這樣 我這邊在想什麼阿 我這邊在想要怎麼弄 好 平刷 剛好拿到劍喔 不錯不錯 好 進下一關 那我們基本上慢慢打都能存到油真SS跳到二階啦 那這邊呢 上面那個是要用反射弱點卡喔 就是上去 上去進版版 然後讓他變反射然後進去卡掉 然後這邊是比較貪喔 這邊想要消掉血 那這關呢 油真是能造成輸出的喔 就是他利用那個 紅色藍色的那個位置 位置版喔 他是可以掉 他是可以換位置 他是可以換到一個好位置 進去砍那個星星下面的那個弱點 那等一下會示範一下 好 我們這邊呢就想辦法把那個牛頭身殺掉喔 好 那一樣對星星造成傷害 就是你要把牛頭身殺掉那個轉換板才能讓我們進去卡喔 對 不過我們有帶油真水就不太急這樣 像這樣進轉換板 OK 殺掉了 好 寶箱怪一樣繼續是殺喔 所以我們只要搞懂喔 就是我們要做什麼就好 然後讓風魔都能拿到劍 而且對星星每回合都能造成傷害為主 這關就不會到太難 好 我們這邊看油真喔 對 你看我這邊進藍色版 我是用這個方法卡進去 好 這樣就進下一版 這樣就進王了 對 所以不太難 哇 中村優衣這個私人蠻帥的 好 那我們這邊油真因為拿到劍了嘛 所以我們就隨便打 我們就把寶箱過來殺一殺 然後軟軟輕輕 這樣就好 那注意喔 油真不要刻意去卡喔 我們當然就是讓他耍飛 然後讓他直接SS去追擊一號位就好 好 OK 那我這邊三號風魔我就隨便打囉 對 好 好 那這樣我們都拿到劍囉 這邊呢 如果你怕踹到 踹死獅子王吃啊 你就像我這樣 我們可以 因為他沒有反重嘛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位子板 變過去 然後 減速 對 這樣減速 然後吃到反擊殺手 然後 好 就踹死囉 那這就是無刻的打法 整體來說是不會太難啦 就搞懂怎麼玩就好 那感謝各位的觀看喔 我是二號 大家掰掰